好啦 當然呢 歡迎大家聊天室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都可以來告訴我們喔 多多留言 因為我們就是要聽不一樣的聲音嘛 那再來 侯友宜缺的票在這 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呢 有很多的議題喔 缺的這些票會是這些嗎 這些議題裡面能不能搶到 有打動你的心嗎 譬如說最近侯友宜提出來 跟醫療有關 跟我們的補助有關的 廢除巴士量表 以及長者的健保補助的部分 其實啊 說真的 有引發效益喔 搶下了話語權 連綠營現在都在跟喔 蔡政府是不是拿相跟敗呢 但是接下來還有很多的議題 譬如說讓大家有沒有感覺 譬如說中華民國軍公教 台獨克剛兩岸關係 九二共識 都考驗 侯友宜的下一步 他要怎麼做 以及提出來的這些政策牛肉 有沒有打動選民的心 真的有在做事的一位候選人 那再來呢 前立委國政家亮哥 他是認為啦 這幾個議題呢 來看一下 巴士量表的政見 確實有得分 但是並不是從泛藍來的 他說侯友宜獲得國民黨選民的支持率 只有六七成 選舉競選的策略可能有問題 因為呢 他是主要是認為說 你現在應該要先雇注你深藍的票 再來搶中間選民 他說啊 現在的狀況很像是 目前的侯友宜已經把選戰當成一對一 所以已經開始在搶中間選民 在一些議題上就不會太鮮明 那跟民進黨的這個差距就拉不開 所以呢 他說啊 你要去抓藍營支持者 有感的議題 不然藍營支持者不會歸隊 好 再來呢 媒體人謝寒冰 寒冰哥說 他說正常的候選人 都嘛是顧好自己的基本盤 再來看看是不是能夠開拓 其他中間選民或者是潛綠的票 他說可是侯友宜不是呢 覺得這個邏輯現在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好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一些政策上的改變呢 這今年的這個大選真的很激烈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確定 到底接下來怎麼做 那現在呢 侯友宜啊 也在努力的拋出很多政策 來告訴大家未來要怎麼做 國民黨支持者會不會全數歸隊 當然大家都在討論囉 那麼資深的外交官 傑文吉介大使他分析 侯友宜現在能做的最大貢獻 就是把台灣人民先從戰火中解放出來吧 不能跟著民進黨的路線啊 不清不楚的 要把鐵桿的藍軍抓回來 那傑文吉強調說 侯友宜的責任就是讓藍天再現 國民黨你是一個百年大黨啊 你是有理想的啊 有中心思想的 你要靠你的理想跟中心思想 在台灣怎麼樣 繼續立足 為台灣的現在跟未來做出 這個台灣人民做出貢獻 現在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就是把台灣人民從戰火中解救出來 你如果照民進黨目前這個錯誤的 你也跟著跟著講九二共識講不清楚的話 你怎麼拯救台灣老百姓 你這個整個的台灣這個這個整個這個 我們這個國家跟民族的定位被搞得那麼混淆 你再給民進黨這些人搞下去 我們變成日本人的後遺都不一定了 歷史可以這樣子篡改嘛 睜著眼睛說話說瞎話嘛 歷史要還原啊 不是台獨克剛的問題 還原歷史的真相 對這個是很重要的啊 那這個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這是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我想這個侯友宜要搞清楚 你今天你有得到了百分之七十的國民黨 還有那百分之二十三十是決定你能不能代表國民黨贏得二零 明年明年的選舉的要放清楚要要放清楚頭腦要放清楚 你今天你要對韓國瑜的這個支持者不只是韓粉啊 這還有很多是什麼國民黨的忠貞支持者 鐵橄欄鐵橄欄正欄 你要把這些人抓回來 你就你可以真的替國民黨讓藍天再現 你的責任就是藍天再現 不只是為了國民黨 是為了臺灣這塊土地 你如果輸掉這場選舉的話 臺灣也輸了 那國民黨更沒有未來 侯科政策靠攏 ING嗎 大選怎麼配 是不是十月份要揭曉了呢 好總之啊 有這個好消息傳出來也算是好事 首先呢 兩個人都在醫療證件上 最近都先拋出了這個部分 也的確現在老高齡化社會 所以呢 包含長照啦 還有未來說我們年紀大了 長者這醫療照顧會打動選民的心 首先呢 侯友宜拋出65歲以上長者健保 會有排富的全額補助 再來呢 柯文哲提出了投資健康 有效醫療永續保 永續健保的醫療政策 健保要怎麼樣讓他繼續的延續 然後不會虧錢 不會賠到就是沒有辦法未來支付 好這個的確是非常重要 再來還有就是據說 柯文哲還要提出這個議題喔 算是比較碰觸禁忌的 傳出說可能會討論安樂死的議題 我相信這也是很多人也很希望說我們也應該來正式這個話題 正式這個議題 我們也應該要來討論 那會不會過呢 當然是最後 聽專家的意見 大家的想法 但是至少 這個議題在國外 已經行之有年了 我們也應該要來討論 再來 兩岸能源福利政策 好像也都有靠攏的趨勢喔 再也整合 是否有露出曙光喔 那再來呢 賴清德的部分呢 看了一下 又覺得感覺又在畫大餅 拋出了這個政見 拿香跟敗嗎 好 今天說啊 拋出的是國家希望工程的藍圖 還有國政願景的說明 好 每次呢 這個民進黨推出來的這個政見 都讓大家覺得好像畫了一個希望給大家看 但是到底能不能夠落實呢 好 那亮哥分析 他說藍白是這樣子的啦 如果說確定要整合 那必須要有一些事情也得做 因為呢 要訂下民調節制的時間點 再討論要挑哪幾間民調公司啊 然後來確定一下 啊這樣進行才會有後續的 共同政策的綱領討論 但是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傳說原定9月下行 下旬發表政見 但是現在 大家的討論是認為 8月上旬的時候 先討論八十兩表的制度 好 侯友宜先發表引發討論跟進 然後呢 柯正營更改 他們原本9月的這個long stay的計畫 政見發表會提前了 所以才會最近兩個人都在提 首長居住正義的主題 改為醫療議題 似乎好像跟侯友宜也是一樣 蠻有默契的 大家都先丟出醫療議題來討論 好 那再來呢 因為郭的參戰 是不是意外加速了藍白河呢 傳說藍白啊 朝著9月先談立委 10月再談總統 兩個階段的合作模式 國民黨是規劃 10月要進入深水區 什麼叫深水區 就是討論 藍白總統選戰 到底要不要配 那再來亮哥最後分析 他提到一點很重要 為什麼一定要討論 因為分開登記就不會贏啊 難道柯文哲不想抓住歷史的機會嗎 2024是好機會 要爭取政務工作機會 屆時也會有很多 讓民眾黨成長的機會 所以現在啊 很多人都在看啦 包含如果說議題核的話 那是不是藍白真的有更多的空間 至於柯文哲 老家被檢舉違建 把柯媽媽氣哭 柯文哲今天也回應啦 他說如果真違法 那要拆就拆 他說但是有特定媒體 斷章取義作假新聞喔 2024大選證件展開大 柯文哲僅隨後移治後 也公開醫療證件八支件 包括要提高醫療支出 從占GDP的6.6%到8% 也要擴大公費疫苗 癌症篩檢 分級轉整制度 健保也要從論件記仇 改回論人記仇 表面上看起來 民眾滿意度90% 那實際上是一大堆問題 真正的理想應該是 大家不會生病 就算生病只剩小病 得了大病我們不會死掉 我們對於健保 我們要倒過來想要保健 宣布參選之後 不只柯文哲 遭到綠網軍攻擊 老家還被警舉違建 柯媽媽甚至被氣哭 柯文哲這麼講 如果他真的被判定是該拆的就拆嘛 倒是那個防火箱 我媽媽氣得要死 那個防火箱根本那個鐵門 也不是我們家裝的 如果你都明明知道你在做假新聞 這種媒體到底要不要譴責他 有名則建議若藍白無法整合鐵定保送 賴清德應該在十一月前完成整合 賴清德同一天給大談國政宣言 但困著嘲諷 賴清德做過隔魁總統和黨主席 你的政見從過去都做不到 憑什麼要百姓相信你 民進黨執政不怎麼樣 選舉還是一流 十一月各黨正式登記 到底幾組人會參選 在一黨嚴正以待 民進黨也不敢掉以輕心 記者楊潔時光好 S&P小組台北報導 好 如果說真的要公平的話 不分藍綠啊 那你說這個柯文哲家 這個違建的話 那賴清德家呢 蔡英文家呢 好 反正通通都拿出來講嘛 大家自己來評評理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賴清德的老家 就是畫面這裡 賴清德老家曝光了 到底是否有爭議呢 畫面當中是看起來 好像是這個警衛庭喔 但是中天新聞網呢 是真的接到投訴了 說賴清德的老家 日前就有民眾檢舉 事為見 欸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中天新聞網裡面 報導也指出啊 根據土地藤本 這樣總準了吧 賴清德老家的土地呢 這個地號啊 是在新北市的萬里區的 中萬里加頭段的中福子 六十三支十三 被人家指出呢 這個地方建物沒有登記 因為這個地方 照理來說 應該是山坡水土保育用的 礦業用地 的確我們來看喔 這邊使用分區叫做 山坡地保育區 然後使用地的類別 叫做礦業用地 那麼裡面土地限值 每平方公尺是一千六百元 那麼再來呢 就被質疑 不可能可以申請 作為住宅使用的建造啊 而且這個地方是 都市計畫以外的土地 是否有違反 區域計畫法呢 那麼現在新北市府啊 拆除大隊 也已經派人現刊 不過我們來看第三章 民進黨的這個官網的 闢謠專區開始反駁了 開始澄清了 馬上就說 闖傳賴清德主席老家為違建 此為錯誤訊息 請勿分散傳播 好他提出了四點 第一 這個房子是賴主席 親戚所有 好第二建物含有合法建造 第三屋頂的遮蔽物 為防止陽光照射影響 老人家生活之增設設施 好他說啊 這時候不實訊息啦 全部呢都要來澄清啦 但是事實上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剛看了土地成本裡面 也已經提到了 反正呢 新北市府管得最準嘛 那你看市府怎麼做嘛 新北市府直接打臉 他說認定 這個建物呢是位在 山坡保護 山坡地保護區 而且土地使用的類別為 礦業用地 所以真的是違建 那現在呢已經由 這個主管機關 經濟部的這個礦業局 認定他的用途 確認之後呢 會跟地震局 然後依法開罰 所以你看啊 要來檢視的話 那就通通大家都來檢視 只是呢 我們回過頭來看 侯友宜跟現在呢 藍白的部分 那還有團結的部分 侯友宜的民調啊 一直無法就是衝破嘛 那麼現在呢 前立委孫大謙是認為 要解開三個結 哪三個呢 除了第一跟侯友宜 孫藍之間的隔閡之外 還有什麼結會攸關民調呢 我們來聽一下孫大謙最新分析 侯友宜的問題是第一 他跟藍營的選民之間 是有隔閡的 這個隔閡從319 從2020的挺韓問題 到這個四大公投 是三重隔閡 他不是一建隔閡 所以你說這個新結是一個又一個的新結 你要解開這三個結 這是要先解決的問題 我周圍有太多的深藍的選民 我拼了老命跟他們拉票說 拜託支持侯友宜 都不見得拉得動 就是因為他們心裡頭 都有那樣的新結存在 所以你要把這個新結解開 你自然就能夠讓這些藍營的選民歸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的存在感太低了 你這個議題其實沒有討論的空間 你要講就講一些勁爆的 你告訴大家說我當選兩岸有和平 所以年輕人可以不要當這個一年的兵了 就沒多久你就反悔了 又趕快回來說 其實不是這樣 我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前提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講說我當選 沒錯年輕人就當四個月就好了 可是我會用高薪 就要亮哥講到我高薪來募兵總可以吧 四萬不行五萬 五萬不行六萬 我高薪來募兵 我一樣可以爭取足夠的兵源來打仗 維持國家的國防 就此時此刻你如果不丟出一些有爭議的議題 就有話題性的議題 你丟出這種不痛不癢的議題 就沒有什麼能見度了 就像這個一下就像打水票不見了 然後大家一點點聯誼 然後接著就沒了 完全沒有任何討論的這個可能性存在 所以如果侯友宜正宜現在持續來在打這種保守式的選戰 那麼他又面對到他跟深藍選民之間的心結沒有解開 那麼他當然就有一定的困境 我一直覺得說侯友宜的明天要拉伸沒有這麼難 但問題是他們一直都沒有採取正確的方法 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有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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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